马斯切拉诺很失望 先后占平一方 苏宁和福利 本周四他们客场和国安大打对攻战 结果被攻击力更强的玉林军6比3血虐 在此期间 华夏场外也有不和谐情况 新任总经理李军被传出殴打员工 此时闹得沸沸扬扬 可以说 无论场内场外 华夏的情况都非常糟糕 今天迎来此前从未输过的太大 华夏方面认为自己可以从对手身上收获三分 河北球迷甚至在看台上打出 是时候赢了的标语 可见球队上下希望一扫颓势 进程一开始确实向大家期待的方向发展 但中场休息归来后局势突变 华夏被泰达完全压制 不仅被对手打进两球 阿奇姆彭甚至还设施了一个点球 在被泰达绝杀后 华夏已经遭遇五轮不胜 随着身后几支球队不断破进 华夏目前距离宝级区只有五分分差 这对今年中计买进将是蓬等球星的华夏来说不可接受 从年初冲击亚冠的目标到现在需要宝级的实质 这种落差实在难以接受 一拳超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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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